6月17日,神舟12号载人飞船 送聂海胜、刘伯明、唐洪波三名航天员上太空 他们成为了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首批入驻人员 航天员在空间站工作生活的工作服、市众防护服等 这些专用服装不仅要确保实现多项特殊功能 还要融入中国特色设计元素 成为航天员亮相世界的太空华服 全系列航天服及配饰的款式、颜色、图案、质地等 不仅彼此之间要相互匹配 还要与舱室环境相容 在体现中国特色文化元素和时代特征的同时 体现航天员群体的职业特点和精神风貌 各具功能的不同类型服装 有的能帮助航天员在长时间台风飞行中 对抗失重对人体肌肉的不利影响 有的能帮助航天员调节他们的情绪和心情 此外 服装还要考虑舱内光线环境下 进行摄影、摄像和图像传输后的显示效果 7月4日 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 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 身上穿着的中国自主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 在太空中格外醒目 航天员离开空间站进入太空 面临200多摄氏度的温差、空间辐射等一系列考验 130公斤重的舱外航天服 是航天员执行出舱活动的铠甲 它像一个人形飞船 冲上一定的压力后 可保护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舱外航天服有多层设计 实现了真空防护、高低温防护和辐射防护 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 无论是原材料、设计 还是确定实验方案、验证总结再改进 都是中国自主研发 相比于神舟7号摘之缸的出舱舱外服 它的安全可靠性更高 支持舱外活动的时间更久 使用寿命也更长 穿在身上也更加舒适